韓國日本大陸遊客最愛到中正紀念堂 看一對交接鷹派當家後 這裡可能變成立法院 因為政務委員張錦森又出新點子 說中正紀念堂改為博會優點多 一個紀念獨裁者的空間 可以轉變成民主象徵的國會 這個想法和民進黨立委一拍即可 早就想提案把立院遷到中正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主體部分 有可能會變成立法院議場 那麼之後民眾就再也看不到 憲兵一對交接一事 自由廣場將會規劃成城抗區 但是看看兩邊就是兩廳院 到時候城抗民眾勢必會影響 聽眾和觀眾以及來訪的遊客 立委規劃以後到兩廳院看表演 恐怕得經過自由廣場改式的城抗區 而後方松肅林區也預計 規劃成立委研究大樓 但一旁攤商表示恐怕無法繼續做生意 為什麼要變成立法院 這樣不是還蠻好的嗎 讓大家有個空間可以出來玩 或是有空間讓我們擺市集 變成立法院我是覺得 我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只要是有真意性的 其實都會有影響 中正紀念堂若變成立法院 旅遊景點一秒變成城抗熱點 立委還要這樣做 還有民進黨立委提議要把中正紀念堂 外的這個圍牆給打掉 要讓民眾更貼近國會 讓整個國會區變成一個公園的形式 現在立法院地屬台北市政府 每年立法院得編列五千一百萬預算 向北市府承租 但立院簽紙花費一兩百億 通通得由全民買單 綠營完全執政的第一個二二八 就拋出立院簽中正紀念堂 完全沒配套遭質疑 只是為了政治目的 假轉型正義 行去講話之時 借黃明君主委姿TV報導